小莉 小莉 大哥 小莉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把那个叫小莉的服务员给找着了 然后她把这个事情完美 都跟我二哥解释清楚了 真的啊 走吧 你给我回身状吧 这回好了老公 你成员得雪了 雪什么雪啊 本来就懂事还成员得雪 还得病呢 原因出在大鹤身上 部分青稿造白马给我开了 现在还在那啥呢 道歉 你必须当面道歉 我是山庄老总 他是员工 我跟他道歉不合适 二哥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自己是老总审判呢 你不得是以二弟的身份去道歉吗 没有别的招了 没有 你做错事就得承担 那我就给他道歉呗 男子安大丈夫敢做敢当 实在不行我就给他磕一个 二哥 你这态度就对了 你能陪我一块儿磕吗 二哥这招就行了 到时候咱俩宝那儿一跪 大哥肯定心软 再想起当年咱仨结拜的画面 肯定原谅你了 行 此刻到底 太敷衍了 到下一代诚意都没有了 刘备请出我量还三公毛龙 你哪管来两回呢 啥玩意呢 我看你地里活太多了 我过来帮你干干 你这高地方这掐头 你能够住吗 反正我想好了啊大哥 你要原谅我 你要原谅我呢就原谅 你要不原谅我也没事 以后你上哪儿我就上哪儿 你穿啥我就穿啥 你吃啥我就跟你吃啥 你不不想回山庄吗 咱就不回山庄了 咱就在地里干活 行吗 好我就粘上你了 爹 我问你 你是不是找谢腾飞谈了 只要他跟姜老太太走 你就能拿到这笔钱 给他爸还带活啊 我要跟你实话实说 谈了 我跟腾飞必须把什么情况 都得介绍您们玩玩 因为他老大不小 必须得让他懂 但是当时我也跟他说得清楚 是走是留 你自己决定 那你为什么 不敢我们赤樱宇家呢 我干嘛要跟你们杀着呢 这孩子你们怎么能送人就送人呢 这是送吗 你这个钱 你要少了 你应该要我的命 跟谁的 我为了谁要 我不是为了你们吗 一百万我给你了 十万块钱我都不要 给你做流动自己 我还那点做不到啊 你跟我俩干嘛呢你这事啊 什么 别说了 干嘛干谁的 干嘛呀 来你打我来试试 来打我 你这是我爹 怎么着 干嘛 别说呀老头子 怎么着 你个小兔崽子你 小兔崽子我就说吧 这事得商量商量 别说话了 别不让商量 你们都这么对我 这下做我不是人是不是 行 您记住 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好